今天我本来打算花一千五去外面拍嘴形象照 但是我们摄像师说我看不起它 非要挑战在办公室用手机帮我拍 还在这边搭建了一个场景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这个场景多简陋 就在一个直播间里面 你搞一个黑板干嘛 当反光板啊 没有反光板 你把这当成反光板 在哪拍啊 场景在哪 就在这 白墙 就这 就铺了三两个 就知道吗 对 然后一个地灯 还有一个主灯光 还有一个背景灯光 就是三个灯光 然后一个椅子 如果今天拍成功了 我怀疑我们可以开启第二项业务了 就是给大家拍形象照了 我们来试一下吧 今天挑战用手机拍哦 就场景太过于简陋了 就一个椅子 拉了干 我把它好位置 没有拉走 还是定位的 肯定不好的光线 就这吧 然后呢 你坐哪 我坐这儿 想象一下你最酷的姿势 你最酷的 我就不给你知道了 发了那么多图线 发了那么多图线 一个都没有记住嘛 我跟你说啊 像是发了有上千个摆动作的姿势 让我一天记一个 然后呢 我这么多天就记了俩 你好点记一个 不要小一点 来 记以后我就拍了啊 没有 形象照有正儿八经的 好看一点的 哦 好 咱俩有卫生大了 卫生大了 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心态啊 嗯 不要扣你指甲 别扣指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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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吧 好 好 咱俩菜都两个 拍 拍吧 你别拍到手啊 真别拍到手这样 哎 身子稍微脆一点 身子对 身子稍微脆一点 好 再一目向 一目向眼睛 眼睛闭上 然后再睁开 然后睁开这边 你看我们任何东西都可以到做拍摄道具 然后呢 踩上去 呃 不是不是 二郎腿 二郎腿 哦 这个这三指点高 换了 换了 这就这样太高 看来 对 二郎腿 好 好 好 经典动作来了 嗯 这个表情不太对 你往右下方看还是右 呃 就这样就这样 就这样下方看 哎 就这种 这种稍微拉一下 拉一下衣服 哎 这种抠肩的动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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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要把我整风潰了 啥 开具头 伸个懒腰了 你这是伸懒腰吗 那不是嘛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感觉拍照一点都不好啊 大家看的十秒钟真的是非常大的劲 期待一下我们的成片吧